欢迎收看AMEC澳洲留学网络电台 您的第一首Visa新闻平台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Karl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门比较独门的签证 通常不是太多人问 就是宗教类别的签证 那这个签证类别呢 当然啦 因为它是宗教类别 肯定是跟宗教有关系 那很多人 我在这么多十多年的 做签证这些经验里面 实战经验里面 也遇到一些跟佛教 道教 基督教等等相关的人士 那协助他们 透过这个宗教的领域 来做这个申请 这个签证 工作 甚至最后也可以 这个 直接拿到这边的永久居留的这个部分 那当然啦 这个部分不是说 要用这个方法一定要这样移民 而是真的有这个宗教的需求 把这个不管你的思想 氛围是什么样子 然后把它发展到澳洲这边来 那大家也都知道澳洲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 所以呢 对于这个宗教的自由也是完全开放的 那在今年的三月的时候澳洲政府还特别的把这个宗教类别的签证啊 把它多开放一门叫这个religious worker religious assistant 以前呢你必须要是宗教界的你一定要做到头比如说基督教你要做到牧师天主教你要做到神父那这个佛教呢你要做到这个上面的这个层级的就基本上到这个层级的人呢才能申请这个签证如果是低于的就是下面在帮忙辅助因为在宗教领域的时候这个不管是这个信徒要去 敬拜啊等等的时候还有很多的这些需要帮忙的部分嘛 那以前这些部分都不能申请那未来呢他们会即将的开放那什么时候开放我们还没有切缺的时间点 但是你如果关注我们频道的话我们只要一开放有这个新闻一定会马上释放给大家 那我先让大家来看一下啊这个基本上这个就是在当时3月11号 我记得我们也有这样的视频跟大家说 那这个部分就是移民部长的David Coleman呢就是把这个宗教类别的System的类别再开放出来给大家 那他说这个里面会有两万三千个名额啦 那希望能够协助澳洲的多元文化的发展等等的部分 那重点我们今天还是来探讨一下这个宗教类别的签证呢 到底怎么来申请 所以有几种方式 第一个是透过408 我之前有在对408专门做过一集啦 这基本上就是给Temporary Activity 所以他没有办法转成PR类别 但是呢他可以让你至少来这边有两年的时间 那他这里面有非常多的Stream 那我们一般我们就是在这个religious work的Stream 那你可以看到他说 this visa allow you to full-time religious work in religious institutions 跟Stream 所以呢 你必须这一个宗教单位在澳洲呢已经注册好了 已经在运营了 你才能去申请 那我之前帮一些客户申请这个部分的时候 不是太困难 不是太困难 那你也不需要这个宗教的体量不用特别大 你就可以做 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要求啦 要求基本上就是说他要确认说 申请的一定是达到这个层级的 不能是religious assistance 一定要是这个minister 就是高层级的 不然牧师啊 或是就是这种层级的 那他们也有一个employment contract 部分 要去确认这个东西 那还有就是have the right experience and qualification 这个就是一定要有这个经验 或是有这些证书 不管在哪里拿到的 你才能来申请这个部分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你如果要更长期的 然后来这边还能最后可以拿到这个永久居民PR的部分呢 一定就要走labor agreement 就是按照雇主担保类别的482TSS签证里面来走 那我们往这下面看 他这边分非常的多 我们基本上就是到labor agreement template 一定要先跟澳洲的移民局去申请这个ministry or religion industry labor agreement template 那这边呢我也帮大家把它打开来 然后基本上就是他有个 template 就是你不管是什么样宗教的 你一定要先跟澳洲的这个多元文化的这个minister去签这个合约 那这合约里面基本上讲的东西呢就是说 你不是在用这个签证来专门辅助人家来移民的 那基本上就是透过真实的这个宗教的这个传扬等等的 然后在澳洲这边辅助 因为宗教基本上都是辅助 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就家庭等等的人啊 往这个好的方向走嘛 多用文化文化方面的东西嘛 那他要签字然后把这个宗教的这个 他一定是非盈利机构 非盈利机构的这些帐啊 注册证书等等的东西呢 都要准备好一起的发放出去 当然你如果对这个部分 这部分是很细的法规的部分 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你留言给我 那我们也有专门的团队可以协助你把这个东西送往这个移民局 然后申请这个labor agreement 那当然这个labor agreement 只要一下来的话 你就可以开始做这个担保的申请 可以把你的宗教领袖 或者你要从你要扩 像有些教会啊 或者是寺庙啊寺庙宇啊 你要扩的话 你就可以再担保其他的这些人来协助你来做这个事情 当然当这个religious assistant 这个在开放以后呢 就可以再做更多更多的事情 OK那今天的这个有关这个宗教签证的这个工作签证类别呢 很简单很简短的在这边跟大家做简单介绍 如果您对这个签证有任何的疑问 也随时可以留言给我 那当然你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帮我们去脸书上面按赞 还有我们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上面按上订阅 OK那基本上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 谢谢拜拜